天气方面来关心 受到太平洋高压减弱的影响 今明两天全台的降雨几率增加 特别是在中午过后 各地山区都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等剧烈天气的变化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等到下周10月6号过后 从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则将进入热带系统发展活跃期 欧美模式都显示 在国庆日前后可能会有台风生成 预估东半部地区降雨会明显增加 嘉义以南地区也不排除会出现明显的雨势 到时候想观看国庆焰火可能会受到影响 汤头大雨说来就来 让人措手不及 受到太平洋高压减弱影响 加上北边有些水汽移入 10月第一天各地降雨几率就明显增加 特别午后要留意剧烈天气变化 北部的山区中部南部的山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 气象局提醒 现时高压率为冬退 10月1号一整天 北部和东半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中北部山区 东北部和午后的中南部山区 更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 等到了周六降雨会比较趋缓 但是东半部相对还是不太稳定 而其他各地降雨是以午后为主 中南部山区一样可能会有大雨突袭 但周日开始天气就会明显好转 不过6号过后欧美模式都显示 从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将进入热带系统发展活跃期 而且国庆日前后无排除会有台风生成 6号7号南海这边 有机会会有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或者台风生成的机会 另外一个时间点有可能是在双十过后 大概在菲律宾东方这一带 嘉义以南的地区 同样因为受到水气比较偏多的影响 在10月5号6号之后 一直到双十节这段期间 同样也会有明显的降雨 虽然距离国庆日时间还远 天气变化还要再观察 但10月人事台风发展旺季 秋台万一成型动态备受关注 也是去经过脱保